大家好,我是桑普,我们继续讲香港的新闻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 有六名知名的香港民主人士 是被提名各种今届的诺贝尔和平奖的 是今届,意思就是2023年这一届 那当然,会不会中呢?不知道 那当然,这些秘密的审议我们不作推论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不是拿不拿奖才是光不光荣 拿一张好处就是把这种议题继续炒热 这个就是功利pragmatic的目的,ok? 就是一个实际的目的 但是你说,不要讲这个实际的目的先 就是说,拿奖是否代表你特别好,最厉害,最好,最和平的呢? 那当然不是,就是不是这样 我们讲到最后就是这几个人 在我们心目中的一定的地位 其实不止这些人,不止六个人 我觉得要颁的,是颁给所有 在历年香港民主运动付出贡献的 这个所有的香港人,ok? 而这六个人呢,可以说是代表之一 也都不可以窮尽所有代表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六个人被人提名 我们都会开心的 就是,当然你找六个人,没有大耀廷教授,ok? 但是你说,会不会我因为这样而失望呢? 我都觉得这件事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香港这个议题 继续在世界上面发光发现 反送中,由反国教这个雨伞到反送中 这么久以来的这么多的运动 香港人展现出他不屈的意志和勇气 这一点呢,是希望呢 一个奖,寄给香港人鼓励 也对中国共产党施压 也对全世界一个警醒 也对台湾一个警钟 这一点是重要的 那么,再有美国跨党派的国会议员 是跨党派拜帕特逊的国会议员呢 提名六名香港知名民主派人士呢 各族今届的诺贝尔华和平奖 他们包括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 Jimmy Lai 前支团会主席李卓人 前支团会副主席周恒彤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记者何桂林 还有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优主教陈日君书记 他们当中除了陈日君书记之外 其他五个人都是被关押当中 那陈日君书记也是身体为和 现在是休养当中 那么希望他尽快康复 那么希望他在住院期间呢 能够得到很适当的治疗 这项提名呢 是由美国国会企行政党局 中国委员会 CCC的主席 共和党的参议员呢 Christopher Smith Chris Smith 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民主党的参议员呢 麥克利 Jeff Macley 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呢 McGorman Jim McGovern 以及共和党的参议员呢 持续侵蝕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四名美国议员又表示 透过这次提名 可以表扬这些人士 在面对镇压时候的勇气和决心 这个对于全世界起着警惕和激励的作用 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呢 Perry Link 林培瑞就说呢 这几年来呢 一直在联系等国际的学者 提名香港民主人士 各族乐保育和平奖 林培瑞说呢 获得提名的六名代表香港人 六人代表香港人的精神 记住不是说英雄主义 六个人呢 they are representing the whole group of Hong Kongers 这个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 林培瑞说呢 我觉得获得获奖机会不大 去年也不大 今年也不大 但是不大的意思不等于没有 获洛贝尔委员会是很聪明的人 也都会很独立思考 所以呢 他们会怎样做 我们当然不能够预测 但是不是说没有机会 而且我们的动机 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得奖 但是哪怕是不得奖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让世界公民认识到这个问题 让诺贝尔奖的五个人的坐牢 为了你想坐牢 不管是得奖不得奖 这个事实上是能够散发是好事的 那么呢 林培瑞又说呢 美国国会议员今次的提名 清楚表明 美国政府的态度 就是虽然反送中运动过了三年多了 美国人仍然支持香港人 香港自由委员基金会的主席 一直为研究黎智英奔罩的Mark Clifford 批评中国政府持续压诈香港人的自由 他赞扬莫提名人士英勇的守护 守护着香港和世界的自由 民主和法治 指他们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先锋 他们被提名 他们的名字继续被公众提起 并且令到每个人都知道 这些勇敢的人是谁 对香港和世界都极具意义 早在2021年的2月 已经有9名来自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 去信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 提名香港民主运动 Hong Kong Democratic Movement 这是国族2021年的罗布尔和平奖 但最后还没有入围 那这次可不可以入围呢 那就提真实的名字了 因为上次提名过这件事 那这次提名的名字 是不是入围呢 不知道 当然会不会挂一漏晚呢 当然啦 就是挂一漏晚 尤其是我希望大家关注的 就是很多勇武的手组 他们因为暴动罪 因为所谓的煽动罪 使钱罪 whatever的罪名 正在坐牢 我们极度需要关心这帮人 听审啦 报道啦 全真话啦 好多谢邵家俊啦 好多谢现身说法的人啦 他们每一个人 都在付出一些血汗 这帮人 不值得拿罗布尔和平奖呢 那你说 哎呀他们暴力喔 各位 我们反抗 We are resistance We are not doing violence OK Resistance is not violence 那如果人家说 打你的时候 你在旁边撿起的狼牙棒 一咬下去 那难道你告诉别人 你是暴力吗 哪个暴力哪个不暴力 大家很清楚 政权的暴力 制度的暴力 恐怖的文化的暴力 才是最可怕 今时今日香港人的反抗 在这件事里面呢 变得很重要 那我也很荣幸 参与过这个运动 在我一生中 我觉得是 不能够磨灭的一个回忆 也都是觉得是 我自己 无愧于心的一件事 我这么说啦 我有愧于的 很多地方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多 但你说我自己 心里面 我很清楚自己 对预错 做得对 对的 很多东西 只能够低调地做 只能够静静地做 当然 很多人就会说 你没有做很多东西 什么什么 我觉得不需要 比多比少的人 我自己心里面知道 自己做的已经相当多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一生来讲 我觉得做这些相当多 那么我希望 更加多的人呢 同度 去在自己 静静地 默默地付出 做很多应该要做的事 做仁自助 四个大事 是很重要的 希望我能够做得好 无愧于我的朋友 的 类与汗 无愧于 上帝对我的一些 恩慈 以及 慈爱 我很多谢他 也都希望大家 用自己心 好好做好每一天 行公义的事 这点很重要 那 这件事 当然大家开心了 那当然有一些 不开心的地方 就是说 最近很多的 风风雨雨 关于这个 以前的一班 年轻人 现在都是年轻人 接近30岁的年轻人 那他们之间 互相有一些 就是说 不是互相 是说某个人 不怕说名 已经公开了 就是张秀妍 她本身的一些表现 那这些表现 大家查回网络 就大家知道了 那这个地方 我不想说太多 但是我可以说 以下几句话 第一 黄之锋 所说的说话 对他的质疑 基本上是真正 以及正确的 第二 张秀妍 以后之意中 他也都没有 清晰交代过 他任何的事情 第三 黄之锋 所做的这篇贴文 你自己Facebook看 我不读出来了 OK 里面讲了很多个名字 一开始讲了那些名字 你仔细查下去 就会知道 幕后哪个人操控 找到哪个人操控了 有些人还继续相信这些人 继续给like 给这些人 甚至最近有些老人家 写文章去加持某些人 或者说 你要放他们生路 是吧 或者他是盼然醒的 那我自己觉得 这个不是讲张秀妍 是讲其他的人 更加呢 就是 好非而所思 是吧 黄之锋已经开了口 已经把那些名字 摆了出来了 那你自己去看一看 摸一摸 OK 那你很多东西就摸得到 我不可以说白 因为跟共产党的 一些 就是 这些 的事情 不可以 说得那么白 那 可以肯定的就是 我曾经也都一度跟张秀妍熟悉 我都知道她是什么事 后来我越看越不行 OK 有很多件事 在我心里面 我跟她接触里面 交换和清楚 我后来 认识到很多其他的朋友 我都清楚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就认识到一个人 为什么要导处问别人 去拿钱呢 很多人问 张秀妍有没有问我拿过钱 有 我有没有给过 没有 OK 那有没有理解她 没有 OK 很清楚的 她当时还作个大话给我 她说自己什么不行 什么不行 OK 很多理由 我有很多个故事可以说 不过这个要等到某个时机 才可以跟大家说出来 我现在不是地方是 揭批很多事情的人 但是 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为什么这么缺钱呢 为什么要这么 喜欢钱呢 一个人一旦 喜欢钱 一旦你不断向别人 作故事去拿钱 或者用 就算你不是作故事 你不断向别人招钱 而这件事你给不到别人看 一个正当的用途的话呢 一定出事的嘛 是吧 那你知道有很多我的朋友 或者一些网上的一些评论人物 懂得的 不懂得的 他们都是中伏 那么久以来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而 最重要的地方 不是在于你本身 是不是缺钱 是不是欠别人钱 而你是不是 已经 是个别的人 或者很喜欢 找一些中间人 来呢 去骑牆 或者你用这些中间人 来达成你某一些政治的目的 但是今时今日 你说2017-2018年 我初识的张秀妍 你打算找一些中间人来骑牆 或者自现出左右通吃 或者所谓的 这个民主派和建制派 都能够 两个都通吃的 这个说法呢 你有你自己的做法 我不会怪 OK 但今时今日 还有这个必要吗 为什么要加入 那个基本法 什么中心呢 是吧 而这一条的套路 这条的套路 是哪一线的灰线呢 其实已经有答案在 你自己看下有关的文章 和公开的资料 什么中学的基本法的教学中心 或者什么中心 他们后面插座的是什么人 而他这个人 跟你一开始的时候 或者是2017年的时候 131417的时候 你们做一切东西的时候 你背后牵线的人 有没有关系呢 而这一幕的东西 再翻开梁武贤 写的香港地下党 是不是可以一目了然 整条线路是什么情况呢 这些东西 需要去交代 我提出质疑 而这个质疑 需要有人去清清楚楚 有所谓的交代 到今天 没有 每一次只是越描越混乱 说到最后 就是希望用这件事 你不了了之去处理问题 但是呢 你不了 我就了之 就是 拜拜 OK 这个是很多人的清晰的看法 你看每一个人 就是接触这件事 随着我时间的过去 我会有认识 深入了 之后我离开的人 张秀燃就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 很值得大家警惕的一个情况 他 走歪路的最主要的原因 有两样东西 一 钱 二 就是他这样 这样 是能够呢 以后一世人比较平安 结果呢 走错一条路 而今天 走不回头 那这个一世人就是这么大的了 世界上可不可以给你这么多机会 给你改过呢 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曾经跟你同行过 2017年 你成立过一些什么 立言香港的组织 当时有很多人的 星光一一的 是不是 当时众志有一帮人 另外众志之外呢 有个立言香港 就是张秀燃 去带头做的 梁继平啊 张坤阳啊 是不是 这些全部是 有了在记录里面的 是不是 毛坤泰 是不是 有这个 其他的人呢 都是在里面 OK 这帮人在里面 那究竟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各省东西当然 那你会看到 各个人 不是个个都是华人 不是啊 但我只是说 张秀燃本身 是不是已经 去到一个地步 是没办法 让别人信任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的问题 当时我曾经一度 有一段时间都认为 是不是黄思峰打压张秀燃 OK 那么我 越看 尤其是近两三四年 有19年之后 越看越不像样 我关心政治犯 我关心真应用言论和行动 去付出过的人 我问你了 2019年 王智峰 我知道他的站位在哪里 王智峰 我知道他的站位在哪里 周庭我知道他的站位在哪里 那我请问 逐一看一看 可见呢 我是信错人 OK 所以这一点我都深切警惕 我也觉得 我当时都说过了 就是对于 中智的人 不可以这样的排斥法 大家有不同的路径去做事 不是这样去做事 你做这个当事 我可以支持你做民主的运动 当时我认识未深 中智有中智的行的方法 去做他自己的民主运动 但我会发觉 厌修结果 不是将将甚明吗 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 认识不深的时候 会有 会有的 我不是每一次都 一世人 每一样东西都是 对的 错的 我就会告诉你 我信错 OK 因为我越来越发觉到 你用行动 言论 一意观之既的一致性 去决定一个人 是值不值得信任 如果有一天 桑普跟你说 就是 大家都要什么 热爱大中华 港独就不要说那么多 那么显然 就是我有些问题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招牌 一直以来的说法 那为什么你会突然之间 写一篇文章又有不同的说法 是吧 钱债九分 我先不论 别人的闲人闲语 先不论 客观的facts就是 你为什么 基本法 什么什么中心导任职呢 或者不是任职 是吧 有个角色在里面 而你的上先是哪个 大家将将实名 对 如果你这些 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你就和公众解释清楚 我便不让你解释 你就和公众解释清楚 所以我就说 这些情况令人很伤心 比如说前几段 有一个情况 有例如 陈奥辉 是不是 她的facebook 说到关于 林景林 就是阿宝泰 就说 一元都不会买阿宝泰的东西 等等的东西 林景林就说 她只是在香港 只是用这种 场内的新方式去生活 我只是觉得 这件事是小事一桩 每一个人都有 他一些所谓的矛盾 各方面的事 我们都不在这个地方 去 说那么多 因为我很多事实不清楚 所以我很难去评论 这件事 但是张秀妍我会多说几句 因为我会觉得 我对于 就是 这些年轻人 所知道的会比较多 通常我在我节目上 都不会说太多这些 因为 没有必要嘛 但既然 黄之锋把她爆出来 就要将一些事 讲清楚 讲清楚 就有一些人 就想切割责任 大家 看清楚 黄之锋这篇文章 其实 非常juicy 我不想点名 你自己看清楚 还有她引述过的一些名词 即是哪些组织的名字 哪些文章的名字 或者哪些日子做过什么事 尋线调查一下 这些组织是什么组织 背后插庄的是什么人 是不是 越滑越多 你都会发觉更加多 我知道张秀妍的东西更加多 但我都不会把 我所知道的事 和盘托出和大家说 因为她有很多私隐的事 我不适合在这个地方说 但我只是给大家说 就是说 我不相信 我觉得黄之锋的说法 是比较靠谱 有理由 有理有折 也因为这样 我会觉得 为什么 人家的付出 是有正气的里面 而今时今日 我也不是在监狱里面 我也在外面 也都回不到香港 或者回到香港 都回不到出来 但是肯定我很清楚 心想很清楚 因为我知道 是是非非我自有判断 是不是 现在我们对很多海外的人士 都可能会有我一定的一些想法 有些我不讲的 我希望每个人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但有些是非正邪的事 事实真相的事 要搞清楚 搞不清楚 什么都说 没关系 大家一起同学 不要拆台 会搞到是非不分 曲直不明 我希望大家 明辨是非守护公义